这个不是刘德华 这个是周星馳 星野 基本上单车都是一定是失控的 我们停车是要四五个 crew 拿着沙包 我们冲进去撞进去的感觉 我拍之前我几晚都睡不着 昨天几晚是 初头 我初头每晚都睡不着 因为实在太紧张 因为始终很少遇到 我们拍剧是每一个场口 即是一张Rundown里面 拍十场 十场戏的场口都有你的时候 即是跟以往的感觉就很不同 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在 即是在这部剧里面 你是一个那么重要的角色的话 你都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给其他的演员 因为即是我们这部剧 真是比较年轻 而我本身也是真是最老的 所以我都觉得 最少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初头的时候 压力真的挺大的 第一次担正的剧很紧张 紧张到睡不着 本身就很chill地去做 因为始终都是我们两个担正 平时做剧可能都是 肤线 就算好些都是肤线的主角 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 我都觉得 不要緊 有些大的主角在 我做得不好 都有他们 但今次真的没有 今次只有我和Dixon两个 所以真的是 额外地紧张 但在电视上看直播 之后都真的想哭 最难忘 最难忘 呃 坐在他的单车后面 抱着他的腰的 那个摩都挺危 都挺深刻印象的 因为 坦白说 他是控制不到单车的 基本上 都是一定是失控的 单车 是看一下炒左还是炒右 我这个剧组很真实 找了一个八十年代的车 八十年代的车 即凤凰那些 是的 车车已经是不成功了 是的 他在那里走斜路 那里走得很高兴 我心想 我自己也很难忘 他有一个人 揹着他走 我们停车 是要四五个 crew 拿着沙巴 我们冲过去 撞过去的感觉 是 深刻印象就是 我们在厂里 搭了我们的屋邨景 因为我们天天都是 在屋邨那里 好像已经变了 街坊街里的感觉 但是另一个 我觉得也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 其实这部剧里面 很多我们两个的戏 即是我们两个 互相支持大家 骂大家 其中一场 就是在那个 片场里面 我和你 即是 吵架那场 那条鬼 由很长 一直推进来 推进来 一撞到那个镜头 监制都很用心地 希望可以用那个镜头 去交代到那个 那个张力 我们两兄弟 突然间那个决裂 幸好有一个这么好的对手 就是 可以一起 互相 就是 就是 互相 就是 不是我们这个位置 可能不是这样说 会好些 这个位置可能更有力些 因为我们 图题是说八十年代的 八十年代实在太多 天王巨星的出现了 嗯 我们也都很想拍一些 场口 向他们致敬 我们的背景故事 我们经历过的东西 其实 因为他们实在太经典了 那我们都很想向他们 不如我们拍一些东西 去重演这个情景出来 所以就可能观众会觉得 这个 不是刘德华 这个 周星馳 星野 所以有些 今天感觉 其实都是对的 因为我们的确 我们是有向他们致敬 那我们同时 好像得神说 我们还有向不同的故事致敬 混在一起 偶像是梁朝偉 因为他做的所有戏 我都觉得很帅 为什么一个男人 可以这么帅 就算不动 动 动 所以很幸运 因为我们有很多 以前的旧片 合成 那我们很幸运 昨天有一场 就跟他同场 就是用CG合成 那这个也是 我缘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但是如果希望 未来有机会的话 当然可以一睹他真人的风采 我的偶像 就一定是刘德华 因为他是一个很勤力的艺人 另外也是 除了在演艺事业方面 在其他这个 就是慈善方面 等等方面 都做了很多 或者提挥后辈方面 都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 如果有机会 有这个能力 自己有这个能力 都想向他这个方向 买进 希望在工作上 得到观众们的肯定 可以撕下这个黑眼圈 和周围经常病 好像很颓 这样的标签 但是这个 我觉得都没办法的 都很难改变了 在人家心目中 这个根深蒂固的形象 所以都 奈何只能够接受 但是 希望他们都会 就是都会欣赏 我们这部剧集的时候 多个欣赏我的黑眼圈 那虽然就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把焦点放在那里